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蜜布马,今天带来纪录片《恐龙末日》 本片从末日之初到灭绝之后,完整再现了灭绝恐龙的时长大灾难 当时的地球生灵涂炭,真的是如同地狱 本片发生在两片土地上,其一是北美其二则是蒙古 在北美土地上生活着风神翼龙,它是史上最大的飞行动物 体重160千克,一展12米,每天需要大量进食 就连霸王龙的幼崽也是它的事物之一 当霸王龙爸爸察觉时,它已经吃掉了所有破壳幼崽,逃之遥遥 只有最晚破壳的幼崽成为了家族独苗 可惜啊,它也不会有长大的一天的 因为地球上空已经有颗小行星降临 几小时之后就将击中墨西哥湾 地球生物对小行星一无所知,它们的生活一如往常 雄性三角龙仍在为争夺异性而决斗 霸王龙则趁它们两百俱伤进行偷袭 深夜时,大部分肉食恐龙都睡了 甲龙趁机出来进食 而哺乳动物们也趁着恐龙很少钻出洞来喘口气 这群最巨型的恐龙是阿拉摩龙 它们重30吨,有20米长,12米高 每天都要吃掉一吨的食物 当它们成群出发的时候 几个小时就能让周围寸草不生 所以它们就像牧民一样迁徙 哪怕途中下了蛋也不会停下来照顾 这些蛋的存活率极低 3000个才有一个能成活 而这几枚蛋尤其多灾多难 因为它们正位于墨西哥湾 是小行星即将命中的地方 这颗小行星直径10公里 有2万亿吨重 时速高达7万2000公里 它只用5秒就穿过大气层 将天空照耀的无比耀眼 也把恐龙们的身体照得如同透明 阿拉摩龙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小行星就碰撞出大爆炸 即使这里离撞击点有800公里 温度仍然超过了300度 高温玻璃植物中的水分 也蒸发掉恐龙体内的水分 周围生命刺伤无数 少数阿拉摩龙侥幸躲过第一波灾难 但紧跟在后面的灾难还有三波 第一波是小行星撞击时 把大量巨石陷入空中 等它们坠落时 宛如一场巨石暴风雨 砸死了许多恐龙 第二波是小行星撞击 导致了11.1级的大地震 第三波则是撞击导致了冲击波 它的威力之大 甚至能把恐龙轻易地甩入空中 阿拉摩龙的族群遭受重创 不过它们刚才排的蛋里面 有一颗被埋在土里面躲过了灾难 或许它会是未来的希望吧 放眼望去 灾难还在扩大 11.1级大地震仍在地下蔓延 而撞击产生的喷射云也在遮盖天空 它裹挟着强烈的雷暴 还有灼热的岩石雨 翼龙再也没法飞行 三角龙也被喷射云的高温制烤而死 更糟糕的是 喷射云的热量还点燃了植被 森林如同一道巨大的火墙 被困火海的恐龙难逃以死 只有小型的哺乳动物能挖洞逃命 等大火结束之后 只有少数一龙幸存 从它的视角看来 整片北美大陆如同一片猎狱 这时候再来看蒙古地区 这里离撞击点更远 受影响也更晚 这里的主角是巨大温顺的草石龙 卡戎龙 还有小而狡猾的肉石龙 犀鸟龙 卡戎龙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除非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蛋 不过它的体型虽大 却不善战斗 往往是落到下风 随着喷射云继续扩散 蒙古地区也开始受影响 这里的温度 以每秒几度的速度升高 50度 70度 在撞击发生的90分钟之后 这里的温度已经升到了150度 所有暴露野外的恐龙都被热死 只有山洞里面还算一句 一些卡戎龙和犀鸟龙躲在这里 它们的脆弱和平很难长久 大约五个小时之后 蒙古地区的温度终于降低了 犀鸟龙钻出洞口去吃死与灾难的尸体 而大部分卡戎龙也在外出秘食 只有一只流动探家 此时喷射云正在消散 云层的分化导致天际系统紊乱 蒙古附近就兴起强风 卷起了超级沙尘暴 受高危影响 它的威力也前所未有的恐怖 犀鸟龙小而敏捷很容易找到粘体 但野外的卡戎龙无处躲避 它们呼吸困难 越努力呼吸 反而把越多的沙尘吸进肺里 最终止吸而死 等沙尘暴结束 留在山洞里的卡戎龙 就成了族群里的唯性村者 这时呢 两只犀鸟龙也从沙里钻出来 它们原来的食物都被沙子掩埋了 只能猎杀唯一的猎物 卡戎龙又累又饿 不过它们俩也是一样 所以两只里面只有一只敢进攻 而这次是大提格占了上风 另一只犀鸟龙健壮走上前去 但它并不是要替同伴报仇 而是不想错过这唾手可得的一餐 反观北美这一边 这里饱受大火 高温和酸雨的侵蚀 立表光秃秃一片 植被都被消踪匿迹 三角龙饿着肚子 跋涉千里只为找一些吃的 碰巧呢 海边有一座岛 它因为有海洋的保护 植被并没有被大火烧光 食物应有停留 更神奇的是 此时海水居然刚好退去 在海滩和小岛中间让出了一条通途 三角龙不仅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朝小岛冲了过去 唯有一只最胆小的不敢下海滩 在三角龙大快躲移时 一头饥饿的翼龙也飞到了干涸海床上吃鱼 但它一回头才发现 有一堵100米高的巨型水墙 竟奔涌而来 把自己和小岛都吞噬殆尽 只剩海滩边的三角龙幸存 其实刚才的退潮和现在的涨潮 都是因为小行星的撞击 引发了超巨型海啸 这一处海啸还只是冰山一角 放眼全球 更多的海啸正在蚕食海岸 重塑着大陆的形状 以上还只是小行星带来的短期灾难 后续还有更多的长期灾难 比如11.1级地震扩散之后 余震持续了好几个月 它让地底熔岩顺着裂缝直达地面 再通过火山爆发出去 地球上空原本就残留着厚重的灰色云层 再加上火山爆发的尘埃 宛如一张后毯子 阳光和热量更难传到地表 地球进入了漫长的冰期 恐龙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少了 最后一只卡龙龙还延续着以前的习惯 想在湖边寻找食物 但刚一过去就倒在了地上 它不是被饿死的 而是被毒死的 因为火山活动会导致湖里冒出诡异气泡 这是硫化青一种毒性气体 犀鸟龙还想偷吃它的尸体 但自己刚过去也中毒而死了 蒙古地区最后的恐龙灭亡了 北美地区的恐龙也很惨 灰色荒地里面只剩星星点点的植被 甲龙和三角龙为争夺一点食物互相咆哮 不料另一阵咆哮声同时镇住了它们俩 来者是一头霸王龙 两头食草动物搁置争议同时反抗 不过它们配合的太差了 最后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被咬死 甲龙死的最晚 挣扎是用尾锤偷袭霸王龙 竟刚好让它跌倒 又刚好撞在了三角龙的尖角上 三头恐龙同时丧命 到这里我要插一句 这一幕虽然看起来很戏剧性 不过考古学家还真的发现过类似的化石 它被称作丢灵丹丹丝丝是一只霸王龙和三角龙的化石 它们的骨骼混在一起 仿佛是同归欲尽的 这组化石于2006年被发现 地点和本片一样也是北美 可能这一段就是以它们为原型吧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丢灵丹丹丝或者决斗恐龙 但是不要把它和fighting丹丝丝弄混 因为那是另一组类似的化石 发现于1971年 故事结尾时 我们再回顾一次本篇的所有灾难 首先是小行星的撞击本身 接着它掀起巨型地震 让巨大石头从空中如雨落下 强劲的冲击波把恐龙陷入空中 再过一阵子 喷射云开始在全球扩散 它附带灼热高温 让森林变成火海 还导致气候失常 让凶残的沙尘暴袭击蒙古地区 随后还有巨型海啸 火山爆发和冰起 前后共有十种灾难 恐龙躲过一劫 却又在下一劫丧映 幸运的是呢 之前阿拉摩龙有一颗蛋 埋在土里面躲过了灾难 几个月之后 它孵化出来 见到了这陌生的世界 其实像它这样的幸存者 在每个族群里面都会有一点 不过要想重建族群 必须要有足够的数量 否则金钦繁殖一样会导致灭绝 更别提它现在孤零零的只剩自己了 最终像它这样的幸运儿也孤独死掉 最后一匹恐龙还是灭绝了 不过地球的生命并没有绝迹 一小群机灵的生物就躲在地下 活到了生机绽放的新时代 这里有昆虫 也有小型的哺乳动物 当厚重云层散尽 五彩斑斓的新生命终于绽放出来 直到最后的最后 我们人类控制了地球 就像当年的恐龙一样 如果不是当初的小行星灭绝了恐龙 哺乳动物还是只能东躲西藏 眼前的一切景象也都不会有 或许从这一点上 我们还应该感谢这场灾难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refans 咱们下期再见